白宫国安官员警告 美国各港口使用的起重机超过200座由中国制造 并遍布全美各地 而这些起重机可受到远端操控 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拜登总统2月21日签署行政命令 授权国土安全部以及海岸警卫队解决这方面的网络安全威胁 同时也授权海岸警卫队回应恶意网络活动 要求各项海上船舰或设备需具备类似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要求与标准 并规定必须报告网络安全事件 此外 拜登政府将在未来5年对美国港口基础建设投资200亿美元 根据规划 日本三井ES控股旗下公司将在美国生产机具 这将是30年来的第一次 针对美国对于起重机的安全疑虑 先前中国曾驳斥围被迫害妄想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飞往洛杉矶的航班 2月21日早上因炸弹威胁被迫紧急降落在芝加哥 据悉 设施的是美联航1533号航班 由一架波音787直飞 于当地时间早上6点多从纽瓦克国际机场起飞 据CBS2新闻报道 警方证实乘客被疏散后 飞机停在奥黑尔机场一个偏远地点进行搜查 根据警方的初步报告 在飞机洗手间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飞机会爆炸 K9的一只绣弹警犬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行李 并出动机器人将其移走 报道称警方正在调查托运该行李的乘客 一位航空公司消息人士说 警犬将威胁纸条和可疑行李的气味联系起来 有乘客描述了疏散过程 说不得不把所有东西都留在飞机上 而航班改在芝加哥时间中午再次起飞 根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 零售业多年的免费退货服务 被许多消费者恶意滥用增加经营成本 因此HM、Zera等多家服饰业以及Amazon等电商平台调整退货机制 包括收取退货费用 缩短退货期限或拒绝特定商品退货 甚至规定只能零贵办理退货 在2022年12月进行的调查发现 同年零售业退货率为16.5% 预估退货金额高达8160亿美元 北京智库育挖人口研究2月2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国养育孩子的成本全世界第一 数据显示 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与人均GDP之比约为6.3倍 远高于澳大利亚的2.08倍 法国的2.24倍 美国的4.11倍 日本的4.26倍 女性承担着养育孩子的特殊负担 报告指出 由于生育成本高 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 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报告强调 国家层面迫切需要采取政策尽快降低生育成本 例如提供现金和税收补贴 改善儿童保育服务 实行平等的产假和陪产假 允许灵活工作并赋予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相同的生育权利等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